今天是完全是判若两人 本球需要发力 把这角度交得太直了 轻轻吹下 力量稍稍小了一点点 关系 红球右下角敌弹 需要打得很准 过去看一下下球点 应该说梁文博这场决赛还是非常透露 看看他的转动 打进 还有两颗红球 33比40落后7分 看看防守 看看力度 应该是被粉色六分球挡住了线路吧 看看六分球跟五分球之间 有没有缝隙 如果要是没有缝隙 对于梁文博来说就是太艰难了 篮球 看之间的缝隙 篮球右侧是不是有一个缝隙可以钻过去 在五分球和六分球之间 还是有这个缝隙 还可以刚好打到红球 红球的左上角敌带 如果有下球的话 我相信马克尔会选择进攻 因为正好有一个连攻带防的线路 左上角敌带 刚好打得厚了一些 看看会不给梁文博机会 刚刚又上角敌带 给梁文博留机会 以梁文博的性格来说 他一定会选择进攻的 好像贴咖啡球 贴得进了一些 他也在看 他也在看 看看有没有下球 没有下球的话 可能就会采用防守 因为如果有下球的话 他可以采用连打带防 打后了 应该是后了 还是有下球 对马克尔是一样 这个机会留给马克尔了 马克尔有一个难点 就是上在开岸区贴顶裤的红球 到时候一会儿这么处理 这一看 击打完红球以后 母球与彩球的角度关系 将非常重要 看看 只能打黄球 我想他这个打完黄球之后 也是当时就考虑到了 最后一颗红球 对 看看 这张红球很关键 需要打得很准 需要打得很准 看看这一看球 准度 没问题 44比33 较到黄球中带 领先有11分 打黄 较黄 44比33 好球 中体杆一横 较到黄球的右上角底带 这个局面就是马贵尔控制范围之内的 应该说今天整场比赛马贵尔的抢攻能力 因为是原先进攻的准确度太低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那种抢攻获得比赛胜利的时候 主要都是靠梁文博失误给的机会 运气不错 力量大了 但是刚好啊 被弯球减了一下速度 绿球 低竿的左侧旋转 咖啡球 他下超分 非常严谨啊 架手不舒服 我就是叫一最简单的位 我绝不发力 先超分 领先了22分了 台面上还有18分 这就是今天马贵尔的状态 这个远先又是 依然是15 看看 对 两个可以考虑做一杆斯诺克 做一杆斯诺克就有机会 不会轻言放弃 虽然已经被超分了 33比55 落后22分 台面有18 做一杆 刚好够 一杆的斯诺克 相信任何一位职业选手都不会放弃的 何况又是决赛 看看这杆斯诺克 再谈一口放粉球后方放 我们看看力度 量大了 差一点就能够翻到中带 台面上只剩下4颗球了 梁文博也在考虑 怎么样才能做出这次斯诺克 应该说现在彩球的位置还可以 如果一旦梁文博做成斯诺克 很便于他倾台 力度 关键是力度 他也很着急的过去看 应该还是稍稍大了一点点 比较好勾 因为现在对于马会儿而言 我不怕勾到球给你机会 因为这个就是超分的优势 对 你全清台也没有用 如果没有超分的话 做一杆斯诺克 马会儿就很难受 不但要勾到 还要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 现在不怕 没有报到 认输了 这样在第七局比赛当中 下半场的开始 梁文博就先试一局 然后马会儿暂时是以4比3取得领先